知道你有才华 有天分 做作曲 唱唱歌 小剧场演演戏 随性所自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现在你不一样了 结了婚了 不能再照以前的方式 过日子了 我也在想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 想想想想 你怎么不能老蹲在家里想 你把家里搞得跟猪窝一样 这样怎么过日子 结了婚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是三个人 一家三口这样耗下去 怎么得了 对啊 你不为自己想 要为宝宝想 你要给宝宝一个温暖的家 这样像什么话 你爸爸有钱 给你买了这么一栋房子 已经很不错了 你要晓得多少人 赚了一辈子的钱 也买不起一栋小房子 有了房子以后呢 往后的日子呢 你要努力地去开创 不要辜负了你爸爸的一番美意 我也想努力开创 那你就得起而行 光在家里想有什么用 要大胆地走出去 为了婚文 为了孩子 什么牺牲都值得 凡事都要忍耐包容 我也有忍耐啊 也有忍耐 那你为什么把你爸爸给你安排的工作给辞了呢 我只是不习惯每天坐在那里嘛 而且婚文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 凡事起头难啊 要忍着点 慢慢的呢也就习惯了 像婚文 我们已经跟她说了 她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魔鬼训练 什么什么魔鬼训练啊 就是从家事最基本做起啊 比如烧饭啊 洗碗啊 洗衣服擦地啊 什么都要做啊 婚文呢 是家里的妖女儿 什么家事都不会做 可是为了你啊 她已经狠下心来从头学起 那你呢 对啊 小婚为了做好吃的菜给你吃 你知道她前几天煎鱼的时候还被鱼烫到 对啊 什么 煎鱼被烫伤了 我去看她 回来回来回来 现在已经不要紧了 最重要的是啊 你要振作起来 你知道吗 婚文每天都在想你啊 还有啊 你要是被老爸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就惨了 嗯 哎哟 你想通啊 你不要忘了 当初是你自己说要走的 没忘了 今天我回来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不过 你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你不就把我董着我才是魔鬼训练 还是餐厅啊 吃一吃屁股拍一拍就走 我还要跟你说欢迎光临 先欢迎下次再光临 这样子哦 当然不是啊 我之所以回来 就是要证明给您看 我是诚心诚意的改过 从头做起 不过 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只知道你会打电话 打那个时候请电话 当初要不是你老爸 坚持说我一定 请您不要再提我爸 我今天能不能回来 完全由您做决定 不要考虑我爸 哎哟 嘿嘿嘿嘿 那说的变得这么有志气 几天没见啦 说话口气都不一样 会不一样的 你慢慢会发现我的优点 哦 这样哦 你这样一讲 我好像不用你就不尽人情嘛 哦 用不用请您考虑 我会好好努力 这个建议啊 雨洗干净就是把它擦干 这样放到锅里才不会爆油 哦 然后放姜片 开屋 慢慢的煎 来 你先去煎姜片 好 哎 哎 这个新衣啊 有空啊 我得好好地开导开导她 怎么可以不工作呢 都快当爸爸的人了 将来拿什么养老婆养孩子啊 哎呀 是不是他老板啊 太凶太啰嗦 新衣才会受不了的 要忍耐啊 嘿 你人家的薪水 当然是要看人家的脸色啊 难不成还老板看他的脸色吗 哦 你这个新衣哦 简直是头脑不清楚 哎呀 你也别老说新衣啊 你要乖乖小文啊 你老年的人家不棒 人家怎么会专心专心啊 我现在不是在学吗 你还啰嗦 好 带去拿姜片 好 你怎么整个个个个丢进去了 烫到手上了 烫到手上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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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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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焦了啦 焦了 没关系 你会吃的 红烧鱼 哎呀 我做饭好辛苦啊 我不要学了啦 哎呀 哎呀哎呀 不行啊 你信你自己说要从头学起的哦 你想要看你姐姐姐对不对 就赶快要学啊 你家已经是人家的太太 又即将当妈妈了 你不再追我家小文姐 我妈 都是欺骗我的啦 看我这么早结婚要学做菜 你看人家的手啦 辛苦你心疼的 哎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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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又吃红烧鱼啊 人家洗锅子手已经很痛了 还叫人家收碗 收碗盘 是第二课 小文啊 待会儿给爸爸泡一杯乌龙茶啊 这是第三课啊 对对对 我要提醒你啊 待会儿呢 这个白衣要红茶 大姐要咖啡 我要冰奶茶 露鱼要绿茶 我自己这么多怎么记嘛 刘姨 好了 什么事啊 刘姨没事 你呢就去那边吃东西 这边交给我就好了 微笑啊 作家是要保持着微笑 这样子呢 家里才会充满温暖的气氛 你老公才会更爱你啊 对不对 微笑 微笑 小文字 好辣 不要吐她了 哎哟大姐 我是为了她幸福着想 哎 这个鱼啊 我吃 嗯 你们的嘴真挑哦 这么一点点椒啊 你们都不肯吃了 来 我来尝尝看 烧掉也只能吃 太甜了 味道还不错 好虚伪哦 大姐啊 跟饿小文把那个姜吧 饿了啊 好吃哦 好吃就好 没事 微笑啊 又来了 要微笑嘛 知道你有才华 有天分 作作曲 唱唱歌 小剧场演演戏 随性所自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现在你不一样了 结了婚了 不能再照以前的方式过日子了 我也在想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啊 想想想想想 你怎么不能老蹲在家里想啊 你把家里搞得跟猪窝一样 这样怎么过日子啊 结了婚呢 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是三个人 一家三口 这样耗下去怎么得了哦 对啊 你不为自己想要为宝宝想啊 你要给宝宝一个温暖的家嘛 这样像什么话 你爸爸有钱 给你买了这么一栋房子 已经很不错了 你要想得多少人 赚了一辈子的钱 也买不起一栋小房子啊 有了房子以后呢 往后的日子呢 你要努力地去开创啊 不要辜负了你爸爸的一番美意 我也想努力开创啊 那你就得起而行啊 光在家里想有什么用 要大胆地走出去 为了我们 为了孩子 什么牺牲都值得 凡事都要肯耐包容我们 我也有忍耐啊 也有忍耐 那你为什么把你爸爸 给你安排的工作给辞了呢 我只是不习惯每天坐在那里嘛 而且稳文一个人在家 我又不放心 凡事起头难 要忍着点 慢慢的呢也就习惯了 像稳文 我们已经跟她说了 她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魔鬼训练 什么什么魔鬼训练啊 就是从家事最基本做起啊 比如烧饭啊 洗碗啊 洗衣服擦地啊 什么都要做啊 文文呢是家里的妖女儿 什么家事都不会做 可是为了你啊 她已经狠下心来 从头学起 那你呢 对啊 小文为了做好吃的菜给你吃 你知道她前几天煎鱼的时候 还被鱼烫到啊 对啊 什么煎鱼被烫伤了 我去看她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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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不要紧了 最重要的是啊 你要振作起来 你知道吗 文文每天都在想你啊 还有啊 要是被老爸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惨了 你想通啊 你不要忘了哦 当初哦 是你自己说要走的哦 没忘了 今天我回来 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不过哦 你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啊 啊 你不就跟我动作 我才是无家路 啊 啊 还是餐厅啊 吃一吃屁股拍一拍就走 我还要跟你说欢迎光临 先欢迎下次再光临 这样子哦 当然不是啊 我之所以回来 就是要证明给您看 我是诚心诚意地改过 从头做起 不过 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只知道你会打电话啦 打那个时候请电话啦 啊 当初要不是你老爸 坚持说我一定 请您不要再提我爸 我今天能不能回来 完全由您做决定 不要考虑我爸 哎哟 嘿嘿嘿 这样说的变得这么有志气 几天没见啊 说话口气都不一样 会不一样的 你慢慢会发现我的优点 哦 这样啊 你这样一讲 我好像不用你就不尽人情嘛 用不用请您考虑 我会好好努力的 哎 哎 哎 我忽然想到 好像 对 对 業务部缺一个业务员 真的吗 哎 哎 不过我话说在前头 这个业务员很辛苦啊 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啊 不能老是让你在办公室啊 那老婆长老婆短的哦 我已经把老婆送回娘家了 我会专心工作的 哦 不怕苦哦 不怕苦 不怕苦 我一定要做出成绩 才去把老婆接回来 嗯 好吧 这样子 我不用你好像就 我当人把老婆接下来就交代了嘛 好啦 就这样决定了 谢谢董事 好 去走去走去走 谢谢 我会不会又再自找麻烦了